副总统当选人也是现任的新政院长吴敦毅在今天透露说 参选失利的立委不排除延览他们入阁的可能性 也可能安排进入国民党的中央党部来服务 同样是落选的立委 国民党选后还可以让他们入阁 但是民进党呢 民进党中央要如何面对这一些落选的立委 甚至是高票落选的立委 甚至还可能有诉讼官司的立委呢 他们的未来在哪里呢 这些获得选民广大支持的候选人 选民怎么办呢 过去我们看到这些候选人没有钱来竞选 没有像国民党有这么丰厚的资源 有公家资源 有立法资源 有司法资源 选后这些民进党立法委员可能还负债呢 这些人加入民进党到底抱持什么样的价值呢 民进党中央有没有思索这些问题 还是说只是保佑内部下面的卡位 选党主席跟明天的立法院党团三长呢 对这些落选者 这些选民 有意选大位者真的做好准备 已经考虑清楚了吗 当然我们看到民进党的蔡英文 这一次在败选之后 党内已经传出了天王 急着为2016来布局 不过民进党的创党元老林卓水在今天说 党内普遍有让蔡英文再选一次的氛围 再选一次的氛围 林卓水还说 党内呢 普遍有让蔡英文再选一次 未来接受的党主席的 如果是终生代还没有准备好接班 党内天王想要回过来接党主席 应该都要明摆宣示 不会参选2016的总统大选 并且带领民进党持续来转型 林卓水今天提出这个观点 我们到底应该怎么看 这是延续609万张选票的动力吗 我们今天也看到很多败选的原因 那么各界都在思考 为什么酸情是这样呢 今天我们看到这一位是台湾智库的咨询委员 他是台北医学大学的助理教授张国成 他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 提到民进党败选的原因 他说有三件事情 有三件事情 三件事情 这漏了一个三 三件事情决定了绿营的必败 那么哪三件事情呢 我们稍后一一为您分析 包括他认为小英的阵营没有梗 还有宋楚瑜阵营开始崩解 包括他说第三个是小朋友出来助战 他还说民进党要胜选 必须要过的是七关 哪七关 我们稍后也分析让国人朋友听 当然大家在检讨败选的原因当中 也特别提到有外力的介入 尤其是中国 可是我们看到 美台商会在今天开炮说 批评美国官方干预了台湾的总统大选 这个美台商会的报告当中 直指的是欧巴马政府 为了防止民进党重新执政 在选前做出了非常拙劣的政治决定 干预了台湾的总统大选 但是他们认为 美国对马英九总统的加持 并不会换来选后 马政府对解决美台贸易分歧的重视 我们要看的是 将那个报告内容 应该从什么角度来切入 美国为何要介入台湾的总统大选 包括最新在美牛的紧急开放 还有中国百项的清单 也要对台湾开放 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美中台是处在什么样的关系 外力干预的背后 是不是代表的是马总统选前 曾经让对方承诺什么呢 好 意义为您分析 在大年初四当中 为您邀请到这几位特别来宾 来 第一位要恭喜他 民进党的新科立法委员林嘉隆 欢迎您 小军好 各位朋友 新年恭喜大家好 好 继续欢迎在民进党 南投县议员赖燕雪 小军好 大家新年恭喜 资深梅田 政治评论家陈正隆 欢迎您 各位朋友 新年快乐大家平安 继续欢迎是 民进党在台南市议员 王定宇欢迎您 小军大家好 欢迎律师 蔡宇宇蔡律师 小军好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新年快乐 我们先从这个 刚刚当选副总统的 吴敦逸来看起 因为年假 近年大年初四 算是过了一半了 马总统在今天开始 征询内阁人士 第一波的人事异动 目标锁定 在政府隔魁 包括财经部会首长 传出新隔魁 将是由行政院副院长 陈冲来接任 另外总统府的秘书长 吴锦林将要退休 改由服选有功的 立法院副院长 曾永泉的升任 这位财经的 包括了财政部长李树德 下一步渴望了接掌 公股银行的动作 监建会主委刘亦如 包括金管会的副主委 李济珠也传出 被列名换缴的名单之内 那么吴敦逸特别提到的是 人才培训各个方面 应该要有它的延续性 所以他才说的是 落选立法委员 渴望延览入阁 初四这一天 传出总统要对新内阁人士 做最后定夺 总统府前还没动静 但即将上任副总统的吴敦逸 斗逝先露口风 我认得的好多人都非常优秀 陈冲当然是非常优秀的一个 一个政务的首长 一致优秀似乎意在言外 接隔魁呼声最高的陈冲 可是战战兢兢 大过年都独自守在办公室 紧盯欧债风暴 根据了解520总统就职典礼后 总统府秘书长吴锦玲决定退休 谁来接棒 立法院副院长曾永泉很有机会 乔战部长李树德 传出未来接掌公股银行董座 另一位经界会主委刘亦如 宣签狂K与昌案 这回也在换脚名单内 剩下的经管会副主委李济珠 下一步往哪走还是个问号 吴敦也首度松口 落马的资深立委很有可能 在新阁员品单内 这里面有很多人累积了很好的几年 在过去表现都非常杰出 只是因为选举 也有一些杰出的人 不一定能当选连任 所以基本上 对这些非常好的人才 不会说因为一次竞选的意外失利 就让他头衔至上 内阁改组第一波人士大班峰 锁定正负隔盔以及财经部会首长 谁上谁下大年初六前 最后会有答案 三日新闻 尤博志陈贝婷 台北采访不到 好 吴敦也松口了 那么新内阁即将要拍板定案 同时要延览的包括落选的立法委员 这是中央社在1月15号选后的第一天 他当时提到52名立委 蝉蝉当中有多名的资深者落选 那么也提到了几个名单 寻求连任失利的国民党籍立法委员 注意看哦 因为这些如果依照吴敦毅的说法都极有可能会入阁 那么他包括寻求 这是只是连任失利的部分 有国民党籍立法委员 有周首逊 江义雄 林一世 钟绍和 邱义 侯彩凤 江林军 黄义焦 郑立文 肖锦田 许书伯 曹尔忠 以及林建荣等人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这一次的国会改选当中 国民党重见落马了究竟有哪些 一起来看这画面 林建党赵天霖接受支持者欢呼 几近满满的人潮内 首次挑战立委 最终开票结果 成功拉下国民党派出的爆料天王邱义 是我们的民调的这个情况 一直都保持着相当程度的领先 这个成绩单是亮眼的 迎接胜利时刻 赵天霖带着七小还有妈妈一同现身 不少支持者情绪激动上前拥抱 曾经担任两件高雄市议员 赵天霖这回转战立委 对上打扁出名的现任立委邱义 选举过程秉持不谩骂不口水 而是走进社区办亲子活动 挨家挨户拜访 打出新的政治选举文化 一开始就设定是跟自己赛跑 那我知道邱义委员是一个很强大的对手 赵天霖一步一脚印累积人气 红麻蚁的刻苦耐劳精神 这回压下了邱义的炮火 高雄第二选区新科准立委邱志伟 一大早带着日本籍的嫌内住 坐着宣传车在铁定地区扫结协票 我觉得是我没有任何新闻之前 我觉得是一个责任的开始 邱志伟的当选 其实跌破许多专家眼镜 首次参选迎战寻求五连霸的 现任立委林一世 林一世是国民党党编 父亲林先保还是红派掌门人 家族在地方政坛经营数十年 却在蓝营大票仓 钢山和老家签订 分别只赢了一千多票 出席五十人 赞成四十三人 反对七人 七权零人 不然赞成者多数 不然就维持现行法条文 立法院议场内 蓝绿立委甲吉动员忙着表决 但看看国民党团的立委 座位上却有人没到 签到单上缺席的刚好有几位 也是这一次竞选连任失利的立法委员 上天是早就拍的 通告是早就敲的 可能三点半是临时决定的 没有 假吉动员令我不晓得 但是我因为之前有安排好一些行程 所以我就在地方上去拜访 好 观众朋友您所看到 这是寻求连任失利的 再让你看一次这些名单 有周首逊 江义雄 林义氏 钟绍和 邱义 侯彩凤 江凌军 黄义娇 郑立文 萧景天 许书伯 曹尔忠 以及林建荣等人 我先请教是这个定余兄 怎么样看吴敦义的说法呢 落选的立委现在要延览他们入阁 已经受到民意的否定 那现在可以当官 国民党看起来还真的 蛮照顾这些立委候选人的 怎么看 除了看他讲话内容以外 吴敦义本身在公家的阁员的派任 其实本身透露一个很大的问题 他是副总统的洞宣林 总统没有挂掉之前 这些话他不应该讲的 他剑阅总统职权 这边有两个情形 第一个就是说 马英九已经决定了 要栽培吴敦义做 2016年的接班人 所以朱立伦 郝龙兵家 一定在注意 否则就第二种情形 马英九要小心了 这个副总统的位置还没坐上去 对阁员的人士 甚至于连阁魁的人士 一起就开始讲当讲塞了 这个不合吴敦义过去 吴敦义过去虽然身长将近185 但是都是微微诺诺 躲在马英九后面 才刚当选没有几天 问他部长他讲部长 问他隔魁他讲隔魁 连若选的立委的安排 他都敢讲 问他博澳论坛 他也讲 这如果不是总统的受伴 在我们的宪政体制里面 副总统是不能有这些声音的 是不可以的 所以在评论 五段话的内容依情 他之前讲话的形式 如果是未来四年 马无互动 或者马政府运作的模式的话 我可以告诉大家 天下要大乱了 第二个就他讲的内容 我们从马英九当选的那一天 他的上台致辞 我们就一直提醒一点 如果马英九清楚他自己讲的 我拿了689万票 我们赢了 我的路线被证实对了 那他用人 就还是用原来那一套 他如果看到他跑掉了将近百万票 我超百万票 我的用人就要一些改变 如果他照吴敦义的讲法 路线的领域也要赢 有的去中央东部 有的去内阁 表示他只看到他自己胜利的689万 市政风格不会变 而他跑掉的百万票 他也无所谓 那面对这么多的挑战 不管欧债 美国或者中国的经济危机 那这个政府我们是不敢有信心的 那我请教师加龙兄 你现在动算 你也落选过 你落选过 党中央有没有安排你去做什么样的工作 就是在选前 我们看到国民党有党产 有公家资源 有司法可以护航 现在落选之后 还可以做官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现在年轻人 全部都加入国民党就好了 加入民进党干什么呢 你加入民进党做什么呢 相对于加入民进党是7差不多6倍 对 其实这一次马英九 吴敦义的胜利是产胜 我想其实很多蓝赢的也没有喜悦 那为什么支持小英的人 还是觉得说名气还在 所以这个到底选举结果 不能以成败论英雄 因为选举一定有输有赢 可是这个选票代表的意义 其实任何一个候选人跟政党要去探讨 他真正的意思 你才能够去改进 下次选得更好 那所以我认为说 以这一次 这一个吴敦义的讲话 我觉得角色不宜 时机不一样 角色刚刚定宇兄讲过 现在是在看守政府的期间 现在是心格还没有产生 你这个旧的隔魁 2月1号即将离职 那你也还没有上任副总统 而且副总统的角色是被位 在这个情形有一点就是说 好像这个喜行鱼舍 那么我是建议其实还是沉默是金 因为你去推荐陈宗很优秀 优不优秀社会自有评论 如果好像他未来接的隔魁是你的功劳 是你推荐的 如果万一不是他 你这样还有微信吗 所以我是觉得说 其实吴敦义在这个时候 其实真的不要有问必答 那么至于说 如果说很多人才 今天国民党确实 有一些立委候选人到监困选区去选 选得不错 我认为那一些 其实是他们要去栽培 我觉得还有道理 因为毕竟选举是政党政治 那有人愿意去监困选举 这应该鼓励 所以你去重用他 这个我们没有话讲 可是为了那些败选 为什么有什么三连霸 四连霸 五连霸 霸到最后 很悬殊的选票落选的时候 民意在想什么 我是觉得一个执政党 如果不能够去理解 你那些现任的人连任失败的原因 而且是用尽一切手法 我们知道那种资源 还有那种恐吓 还是输 这个原因在哪里 所以我认为说 整个如果说把这一些 这个选输的人不去检讨 就班师回朝 到政府或到政党里面去 基本上会让人家看破手脚 就说基本上就是分账 所以我认为说 在这个关键的时刻 国民党要了解 你这一次选举其实是产生 那么人民到底 要给你什么样的一个 lesson 你不要去膨胀这个选民的授权 其实更需要去理解的是没有支持你的人是为什么 来 那个燕雪 你这一次也算是高票落选 那么我不知道你怎么看国民党这样的一个安排 我想我非常认同这个嘉隆兄所说的 国民党这次的总统代算 应该用产胜来形容 因为我们看不到国民党的喜悦 那这一次的选举当中 我们看到国民党是无所不用其极 所有的花招 可以说是汇雪的花招进出 在我们南投县 我们特别感受特别深 因为南投县是无魁的故乡 保卫战更输不起 所以我在南投县的选区里面 我感受最深 基层的这个选风会声会影 但是我们看到我们减掉我们的司法 似乎是睡着了 我们不断的透过这样子的检举 还是五动于三 我们南投县 有多少个乡镇的村里长被传唤 我们也知道这些村里长是 真的是非不得 是非常同情他们 或许不愿意这样子做 但是你看光是我们南投市 就有31所 31位里长 34位 就有31位被传唤 其中有两位里长 是承认有收受委员的活动费 那既然有承认收受了 我们检察官还是放了 那现在选完了以后 是不是要继续侦办 要继续来追查 那我觉得第一点 吴敦一在这个时机 在这个节骨也是最不适合 讲这种话 第一点他是我们副总统 当选人的被位元首 不应该有这样子一个奋纪 于悦总统的奋纪 应该把这个隔魁的任用权 留给新任的隔魁来做决定 那么第二点 让我觉得说 是不是我们选后国民党 一贯的伎俩 就是后屑嘛 这些艰困选区 征召来的这些候选人 是之前有经过沟通 有经过共识了以后 来挑战艰困选区 选完了以后 国民党再来重用他 我想赢一百多 流失一百多万票 国民党没有面对去检讨自己 为什么流失一百多万票 那再来用这些 落选的这些立委候选人 那也是换汤不换药 我觉得对整个政策 整个推动也是了无心意 同样 这一次我觉得 票数更接近的 易宇 你查几票 我查八百九十五票 八十九十五票 你现在提什么 当选无效对不对 对对对 官司还在打吗 就是刚提 然后要更大的事情 你觉得这个延长赛还在打 胜负还没有一定 你怎么要看现在 这个内阁人士当中 要延览这些落选的立法委员 是不是心有戚戚烟 基本上我觉得 刚刚定宇跟加龙委员 都讲得很清楚 吴敦玉他的角色到底是什么 当然他现在是行政院长 问题是说 你是现在行政院长 好那你是要现在任命吗 你就是旧的你要把它拆掉 你要换新的 那新的行政院长是谁都还不知道 现在都有一个说法说 好陈冲 那你是要尊重陈冲 他未来当行政院长 然后他去指派他要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行政团队 结果竟然吴敦玉竟然就跳出来 你一个现在是一个副总统 现在没有人看到吴敦玉 还会觉得他是行政院长 他现在就是副总统 副总统竟然出来 对说未来的行政团队 在那边指三道四 我们可以想这个宪法的架构 在吴敦玉身上完全看不到了 然后他现在当然是说 他去讲了说 这些落选的立委 然后说 他们有另外一个出入的安排 可以想象的是 他们吴敦玉应该是受到很大的压力 每天可能都接着很多通电会说 我未来要怎样 国民党就是这样 基本上国民党就是说 他们有很多利益 可以让他们去那里奔 那我们再想想看 国民党他在选前两天 他放一个讯息就是说 所谓的刺客 所谓的一个到监混选去选的刺客 他们希望他留在地方继续耕耘 这个国民党刚选完 然后他又示范出 我现在国民党没同样了 我是真的有心要经营南部的 第一时间一致的讯息放出来 大家说国民党真的要经营了 结果呢 过了差不多六天而已 具体选举 现在大家看 他就开始又回到哪一套了 就是说那些酸素的都开始挖来 反而这些酸素的挖来 地方呢 我们包括像刚刚林义士 像钟绍和 基本上他在高雄都是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现在就挖我的中央 那林义士你觉得入阁要做什么 邱毅入阁要做什么 钟绍和做什么 邱毅可能新闻局长还是调查局长 调查局长 调查局长很适合他 你说邱毅喔 邱毅啊 他很会吵 那林义士呢 林义士他也适合当发言人还是怎样嘛 这个我不知道 不过我觉得最主要是 国民党最终还是脱离不了他的一个本质 他现在去讲这些落选的立委 未来会延朗 延朗出新的行政团队 那目的是什么 安抚嘛 他无法对这些人摆平啊 基本上就是 那为什么要安抚呢 他因为台湾有派的 选钱欠他们吗 选钱 对你知道说 这一次国民党在地方 所谓的地方派系 他是怎样的投入选举 我想我在台湾的选举 我知道说 这回国民党是调查说 就是现金买票嘛 现金买票他 台湾的人账买 有承诺嘛 未来要调之如何 就算不调之如何 都有很多承诺 所以我像我在台湾 我在家里的选举 那是陷加说 投票的前一天晚上 还在买 一票一千块 甚至连 投票当天 那狗仔队不是都撤到吗 我狗仔队拍到很多 可是到了最后一天 甚至投票当天的买票 那我已经无能为力了 狗仔队已经没有去拍了 所以我撤到的 甚至包括说 一个水上乡长 一个乡长 一个乡长的乡长 也在做这个新检的交易 那想说我是一组狗仔队 一组狗仔队我就有办法拍到了 包括十几件的一个现金的一个会选 然后所有的刑事都一样 就是一票说五百的 也有说一千的 所有的刑事都一模一样的状况之下 可以知道说这会减条 都不去办这一部分 那为什么地方派系 可以这么的一个嚣张 基本上就是中东部 国民党是不是中央党部 有去做这样的默许 就是你们去拼 你们去冲 冲 冲有过 你们就有立委好做 冲没过 未来国民党也不会开台阴 好 郑冲兄 国民党怎么这么好 民进党呢 这个国民党这样的一个 要延览这些落选的立法委员 是什么一个逻辑 人民应该怎么看 吴敦义那张嘴巴 这个说错话 他的话受正义 已经是 不是新闻 过去是这样 现在是这样 未来也是这样子 那 用另外一个角度思考呢 有吴敦义这样的人 在马英九身边 也不错啊 你看 南英九委员 南英九议员 第一次参选 破纪录 他的得票也是破纪录的 他是在吴敦义的家乡选 所以吴敦义的整个的 他谈过 今天那张嘴巴所引起的种种问题 这个东西是 可以说是 有他的存在 我觉得不见得对民进党不好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说 我是比较用企图先去看吴敦义 吴敦义包括他讲白海豚转弯的时候 他是怎么样的情况 他其实都很明显的企图在那里 这一次你看 他包括他 这个一个当 一个副总统当选人 急着 要去博鳌论坛 这 为什么呢 可是这一次来说 一个卸任的隔魁 怎么会去谈 这个他的将来要 这是落选立委 要安排进入 进入这个新的内阁呢 这个东西 这你用招待有事 你也知道 这种话本来就不应该讲 可是呢 他的企图心非常清楚 这个安排 这是落选立委 是做什么 这是他可以做的人情 他的可以做的人情 为什么 包括到 包括急着要到博法论坛做什么 这个人有 进一步 进一步 争取大位的企图心嘛 很清楚 副总统刚当选 就想着总统什么时候可以当 所以这个人的一个 他的企图心 你看他那双眼睛 那两只在那边兜来兜去 这个人在想什么 其实大家心思肚明 他自以为聪明 所以他的话就会一直一直这样讲 可是 国民党落选立委 这个安排来说 我相信会会安排 会安排是什么 因为马英九这次的 整个参选过程里面 他必须要有一些 就是说困难地区的话 他必须要一些所谓的刺客立委 下去选 撑到了他的 拉高了他的得票率 可惜 蔡英文的阵营没有这样的情况 大概没有这个条件 可是另外一个情况就是说 对这些的刺客立委 你是不是做了一些承诺 这是对他党员同志的承诺 马英九这一次的这个当选里面 到底跟中国承诺什么东西 跟美国承诺什么东西 这些东西都很值得 再进一步的探讨 可是这些漏选立委来说 有些地方他也不能不安排 比如说像宜蘭的林建荣 你没有林建荣在那边经营的话 宜蘭你是全军护墨 比如说林毅市 他这样的一个党棍的话 他几年来他不不不 很多形象其实都被破坏了 他这一次应该是有 弄用了很大的资源 这样漏选 你不安排的话 以后谁替国民党这个卖命 对不对 然后你会像苏俊斌 加的人到台南市去 东区去参选 他真的会在那边落地生根吗 他如果要在落地生根的话 就不应该接受安排 对不对 所以 可是你看相对像李全教 李全教在台南都经营多久 你想李全教会安排吗 我相信李全教根本就进冷冻 李全教还拿到十万六千多票 输给的成潭山是十二万四百零一票 他的票数其实也不错 就是王帝宁在台南经营很久 他更知道李全教在台南县 尤其是台南县来说 他经营多久 他以前到2008的时候 他是 他是那个 马阵营的那个竞权总部的什么 什么主流秘赛 还是当时的什么 台南县的党部主委 而且李全教的立委也相当久 他就在那边经营 你看他会不会安排李全教 刺客里头 我们看到刺客成功的有江启成 台北市的第八选区 你看到江启成 他是六万九千一百三十六票 在台中市的部分 台中市第八选区 赢了郭俊明 郭俊明是六万零九百六十四票 赢不到一万张的选票 那么刺客失利的 但是选的很不错的 我们看陈以珍 这是年代的主播陈以珍 就是陈明文这个部分 你看到陈明文拿到 陈明文啊 这个老县长 又是一个立法委员 八万六千八百二十八张的选票 陈以珍呢 国民党刺客之居 入驻到这一个选区里头 陈以珍七万零四百七十七票 刺客除了他打得不错之外 刚刚特别提到的是谁啊 就是跟许天才交战的 台南市第四选区 苏俊斌 许天才提过这个 十一万五千多票 国民党所派出的这个 曾经担任过党部的发言人 还有马办的发言人 来看苏俊斌 三十五岁 他拿下多少 十万耶 十万耶 这个过去被认为 是一个国民党 即使也不是非常好的 几乎是一个沙漠地区 他拿下十万 两千两百六十六票 只输了多少 许天才多少 一万多票 许天才是过半 五十三点零三 但是拿到四十六点九七喔 所以这些落选的立法委员 是马总统真的选前有做承诺吗 为什么同样是落选会差这么多 我们休息片刻 再马上回到我们现场